多肉花园 大家好 我是微微 歡迎又來到我的多肉花园 今天我們的小助理 波波又坐在我旁邊 今天天氣突然間變得很熱 所以我們就利用下午來露營 今天我要介紹這款多肉 非常的特別 它叫做空氣植物 什麼叫空氣植物 就表示說它可能不需要 任何其他的介面的東西 它可以在空氣中存活 然後呢 我們來介紹這款 多肉叫做 登登登 它叫做 空氣鳳梨 謝謝我的好朋友琳達 她送我 這麼多的空氣鳳梨 因為空氣鳳梨在外面市場的行情 不便宜 據我所知應該是不便宜 它就送了我四顆 四顆空氣鳳梨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介紹這個空氣鳳梨 空氣鳳梨呢 它可以基本上不用種在土裡 只要在空氣當中 放在空氣當中 它就可以存活 但是因為它給我的時候呢 這個空氣鳳梨已經非常的乾燥 當空氣鳳梨太乾燥的時候 我們可以拿一盆水 把空氣鳳梨通通泡在水裡 靜置大概一分鐘左右 我們把它取出來 好了那假裝我們現在已經 一分鐘泡完了 之後呢 我們也可以 用別的方式 譬如說 一到一週大概噴 兩到三次就這樣子噴 把它噴濕也可以 那現在呢 我們就來做一些花器 如何擺在我們室內 然後呢 可以讓它看起來更漂亮 譬如 像這一顆 空氣鳳梨 我們就可以拿一個 這是我破損的一個小花瓶 它剛好上面有個孔 我就可以把空氣鳳梨放在上面 就像這樣子 還有呢 我們的這個空氣鳳梨呢 它也會開花 大家看到沒 它也會開花 但是呢 通常它開完之後呢 前端它就會 死掉 但是呢 空氣鳳梨它從旁邊 就會開出 新的芽出來 就很漂亮 大家看到旁邊這個芽 已經出來了 所以當它開完花之後呢 不要擔心 它還會再生 所以呢 空氣鳳梨真的是蠻適合 養在屋內 然後呢 我們可以把 這一顆 比較大顆的空氣鳳梨呢 也可以擺 在 這樣子一個 花器上面 看起來是不是很特別 那當然 我們也可以再利用別的方式來製作 我現在呢 就用 不要的衣架 然後呢 我就把它 可以用拿一根原子筆 我們把它捲 捲六圈之後呢 就像 變成這個樣子 就像這樣子 捲六圈 然後呢 就像一個座一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我們 剛剛處理過的 這一顆空氣鳳梨 就這樣擦上去 這個是我們自製的 一個花器 然後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 花盆 然後裡面擺滿石頭 我們現在這樣子把它擦上去 哇 這又是一種 方式 好 那我們今天呢 這一顆空氣鳳梨 它的名字叫做 背肌 寶貝的背 腰肌的肌 那它是會開出紫色的小花 就像現在這樣子 但它目前已經乾燥了 那沒有關係 如果家裡沒有這些花器 也無所謂 我們就可以用 像這樣子的玻璃盆 直接掛上去 也可以 或者 我們如果有麻繩 或者是釣魚線 那一樣 在末梢的地方呢 尾端 我們把它綁起來 綁綁起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 懸掛在 屋子裡面 也可以 就像這樣子把它綁起來 或釣魚線 也可以 好 就像這樣子 是不是也很可愛 可以懸掛起來 那當然 我們要澆水的時候呢 一樣 就這樣 一個禮拜 噴個兩到三次 那大家切記 它的中心點 千萬不能讓它積水 不然會從中間爛掉 好啦 這樣子 就是掛在屋子裡面 任何地方都可以 好啦 那 謝謝琳達送我的 空氣鳳梨 那 今天我就介紹到這邊 有沒有喜歡 我的空氣鳳梨 還有各式各樣的花盆 可以懸掛著它 好啦 那喜歡我的節目 請按讚訂閱並分享 那我也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們可以互相討論 互相學習 不同的多肉植物喔 好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寶寶小姐已經快睡著了 拜拜 拜拜